大家好,檢視與參照 比如說我今天需要 假設這邊有一個編號 那編號我希望輸入 某個編號的時候 它自動幫我帶出 比如說005,自動帶出其他 欄位的資料,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裡 也就是說呢,當然 它這邊本來是橫向的 一個資料,我把它變成縱向的 那當然 一般 兩個資料 或許會分開啦 所以其實基本上你們可以試著 乾脆再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把這個 把這個部分的查詢,乾脆放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這樣會比較感覺出來 也許你再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這邊的話呢,也許 你就把它改一個名稱,一般 又叫查詢界面好了,比如說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叫做查詢的那個 比如說我今天增加一個 這個工作表 叫查詢界面 ok 然後呢 把那個lookup這邊的資料 就是這邊的資料把它剪下來算 剪下來之後放在這邊好了 那我隔一欄隔一列好了 這樣感覺比較好看一點 然後我今天這樣就分開來了 那我希望怎麼樣 輸入一個 這個下拉 就是 不過最好這邊是一個下拉清單 有沒有,你可以下拉 當他選擇其中一個之後 他可以去幫你把資料帶過來 其他的資料帶到這邊來 那你可以利用他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你將來要列印 像學生的成績單 或者是輸入此類的 那第一個假如說我希望把這邊做成下拉清單 那下拉清單來源 從編號而來的話 那要該怎麼做 特別說下拉清單的部分 我們先 所以等一下請歸第一個 本來我們這邊有一個查詢的介面 是放一起啦 你把它分開好了 所以你把它剪下來 放在這邊 第二個我希望呢 能夠把這個查詢編號這邊變成下拉清單 那怎麼樣變成下拉清單 第一個 一樣喔 我建議啦 就是說如果你要變成下拉清單之前 請你先把這個部分 變成一個名稱 那名稱叫編號 OK 那如果說你今天 像這個地方要變編號的話 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上面名稱 輸入叫編號 它變成一個編號 不過除了這個方式之外 還有一個更快的方法 選取這個範圍 包含編號喔 其實有時候懶得輸入編號兩個字 你可以用這一招 在公式裡面喔 有一個從選舉範圍建立 那它的名稱在哪裡 頂端列 它就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頂端列的名稱 變成一個名稱 變成一個 OK按確定喔 那你會發現在名稱管理裡面 就多了一個編號 它就剛好怎樣 剛好在下面 上面是名稱 下面就是它的那個那個 你的那個資料喔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將來你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比如說 這邊很多藍對不對 總共會有後面幾藍 那你假如說 之前的做法是 必須這樣一個範圍 叫姓名 這樣一個範圍 變成你要做四次嘛 其實如果你要快速做的話 你可以這樣選它對不對 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 按確定之後有沒有 四個一起做完了 有沒有 所以以後你有大量的 一個整個範圍 全部就這樣按F3 自動就把東西帶出 OK喔 所以這一招還蠻好用的喔 從選舉範圍建立 如果你的欄位名稱 記得選的時候一定要把那個 你的名稱一起選進來 OK喔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第一個 先建立一個編號的名稱 第二個呢 再到這邊如果你要變下拉清單 我覺得下拉清單還蠻常用到的 但是這個下拉清單怎麼做呢 第一個給一個名稱 第二個到資料 特別叫資料裡面有一個叫做 資料裡面叫資料驗證 不過這裡有多一個快速填入 這個這個功能就是新的 之前沒有喔 好資料驗證部分的話呢 裡面各位可以注意一下喔 在如果說你要做一個下拉清單的話 一二 這個儲存格裡面預設是任意值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清單 這邊就多一個清單 那清單的來源喔 請你按F3 這個時候呢 你希望把編號放進來 按確定 它就編號就幫你把它做成清單 下拉清單 未來如果你要把它改回來 你只要把清單再改回任意值就好了 OK好來按確定之後 來試一下下拉清單 有沒有 那也就是這樣買喔 如果說你這個清單的名稱改變 反正它裡面會跟著改變 它會是跟著那個名稱走的 所以這個方法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尤其你們常常在輸入資料的時候 如果希望自動帶出其他欄位的資料的話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方式 像常常你輸入編號有沒有 輸入編號自動幫我帶出其他欄位的資料 那不用再填了嘛 那要怎麼做 比如說我填了一個002 它應該自動幫我帶出其他的 第一個 我可以用幾個方法 這個地方插入函數的話 請各位找到一個叫檢視與參照 檢視與參照裡面 會有一個叫lookup函數 其實除了lookup之外 各位可以發現 這邊還有很多 像蠻常用像index 像indirect 像lookup match 這些其實都可以查資料 但是它有不同的特性 也許等一下我們會用到我們再來講 那其中有一個叫lookup 那lookup其實它的用法非常簡單 你告訴我編號它在哪一個範圍 再告訴我姓名在哪一個範圍 如果我找到你給我這個名稱 在編號那個範圍裡面的同一個位置 我會幫你把另外一個位置的姓名幫你帶過來 它的用途大概是這樣 按一個確定之後 那我們選預設這個好了 等於是兩個欄位之間的查找 lookup的value 你要找什麼 找編號告訴他 所以以後看到lookup就是找什麼東西 那第二個是你lookup的vector 值得就是你那個 你那個東西在哪個範圍 那剛剛好像我們有建一個名 按一個f3 其實你在編號裡面的這個範圍 那其實名稱在那個檢視語餐檢視的裡面 檢視的裡面 檢視的裡面 用的非常多 請你幫我在編號裡面找找看 那找到之後呢 幫我再把同樣位置的什麼呢 這個是姓名對不對 順便幫我帶過來 就這樣子 所以用名稱感覺其實操作起來會蠻流暢的 而且感覺會其實少做很多事情 那按確定之後呢 答案就出來了 有沒有 這個 那其他的話 把它置中 讓感覺 不要ok 好 那其他欄位的話呢 基本上 差不多 只是把什麼 這邊名稱有沒有 改成其他欄位 所以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那我把這個公式 再貼上 那把這個名稱 本來是姓名對不對 如果我今天要查的是 名次的話 那其實就把名次帶過來就好了 按打勾 然後這邊的話呢 其實也是一樣 把它貼上 這個名次 再來就是 哎呀 做錯了 ok沒關係 然後這個是名 這個才是名次 剛剛這個是總銷量 打勾 只是稍微把這個部分呢 變更一下 那其他的部分 大概很快就可以做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稍微試一下 就是這個是業務水準 所以把業務水準帶過來 就是用名稱來代替 他的好處就是說 除了自己 這個做的過程當中 比較不容易做錯之外 也感覺會比較容易看得懂 因為上面的公式 其實就很一目了然的 最後把這個 這一個欄位 把它全部置中好了 ok 那將來如果說 你要帶出其他欄位的話 下拉清單 001選擇 001又出來了 002 003 有沒有 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就會很方 當然你將來 如果要自動帶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是縱向的 如果你將來的資料 叫橫向的 也沒問題 反正你就把它改成橫向就好了 ok那這樣有沒有 所以就可以做出 像之前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我要怎麼去做出 自動帶出其他欄位 因為你輸入一次 你要再輸入其他欄位的資料 其實還在查一次很麻煩 你如果用這一招就ok了 那除了用lookup函數之外 當然你們可以等一下試試看 用Vlookup函數 其實也可以做查詢 Vlookup函數 那Hlookup可能沒辦法 因為Hlookup是針對 你的那個欄位名稱 是在左邊的情況下 就是如果說你將來的資料 像這個是用Vlookup函數 ok 如果說你今天的資料 假如類似像這樣子 我用選擇性貼上好了 這邊用轉字 轉字過來 各位應該就比較按確定 如果你的這個資料 的欄位名稱是在左邊 那你用Hlookup 如果你是在上面的話 那就用Vlookup 所以這裡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把那個本來Hlookup旁邊 會有一些東西 請你先把它搬家 把這邊的東西搬到那個 一個叫查詢界面的一個 新的工作表 然後在裡面 先把這個範圍 先整個選舉算 然後利用公式裡面的 從選舉範圍 建立頂端列 按確定 後面的話呢 再配合資料裡面的這個 資料驗證 畫面先滑倒一下試試看 那我們就是建立那個 編號的下拉清單 那有這個下拉清單之後 再配合那個 lookup的函數 幫我去查詢其他欄位 這樣的話 其實做起查詢工作 其實我覺得還蠻流暢的 OK 試試看